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脸上长斑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现象,大多数斑对身体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只是在形面上会带来一些的破坏,特别是女性长斑对形象来说破损比较大, 并且长斑一般也只长在女性的脸上出现。 好多朋友们因为脸上长斑缺少了自信,想尽了一切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掉脸上的斑点。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能够特别好的淡斑去斑, 这个方法是一位九楼台的老中医推荐的。 好多人使用这个方法之后呢,无论是脸上的斑,手上的斑都消失了, 而且也不会反反复复的发作了。 首先我们来准备20颗玉米。 玉米不但口感好,要用让人也比较高的。 在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经常吃玉米能够淡雀斑, 事实上玉米富含非常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人体所需要的八种氨基酸, 有特别强的美白功效,能够很好地改善肤质, 淡雀斑,淡黄鹤斑都有特别好的调理作用。 玉米是一种美容食品, 常吃玉米能够保持人体的皮肤光滑细腻, 能够消除粉刺,雀斑老年斑黄鹤斑,蝴蝶斑, 并且对于皮肤粗糙,错疮都有特别好的治疗作用。 因此呢,玉米本身具有润泽肌肤, 咸气活血,美白补湿,调精止痛的功效, 应用于皮肤上有非常好的美白效果, 提高皮肤的新陈代谢与保湿的功效, 而且有效地防止肌肤干燥, 保湿缩水,能够防止晒黑, 改善肌肤干燥的状况。 在日本,玉米就特别的受欢迎, 玉米作为一种美白食品, 冰淺的长翅玉米还能够很好的抗癌, 具有防癌的效果。 经研究发现, 吃玉米可以使身体清洁, 减少患癌的几率。 接下来再准备10克黄芪, 黄芪能够补皮脂气, 气能生血,还能行血, 调和气血。 顾客用于气血适合淤血足落, 能够有效地去除雀斑, 黄鹤斑,老年斑, 皱纹等斑纹, 平时多喝一些黄芪水, 还能够增强免疫力。 对于糖尿病, 刚血压所引起的浮肿, 面色辣黄等情况, 多喝一些黄芪水, 都有非常好的缓解作用。 接下来再准备5克福林, 福林是一味中药材, 最有非常好的溢水渗湿, 健脾宁心的作用。 经常吃福林不仅可以使脾胃晕化恢复正常, 还能够去除身体的湿气, 可以减少皮肤的衰老过程, 而且福林还可以纠正失眠, 这样对于皮肤的保养, 皮肤的美白, 还有皮肤的健康都有特别好的好处。 下面准备几颗红枣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淘洗淘洗, 把红枣清洗干净。 红枣过后里面有好多的浑尘不好清洗, 我们可以多洗几遍。 红枣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C, 果糖和黄酮类物质, 可以促进体内的胶原蛋白形成, 能够改善皮肤松弛的状况, 所以红枣有特别好的滋养肌肤, 延滑烧脑的作用。 红枣被誉为是天然养生丸, 红枣具有补血的功效, 是坏血病的克星, 能够有效地治疗贫血的症状。 红枣中含有黄磷酸泉肝, 黄磷酸泉肝可以有效地 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并且可以将癌细胞转化为正常细胞。 红枣用来泡茶, 也可以用来酿酒, 对于缓解女性月经疼痛, 有特别好的作用。 女性月经之间可以多吃红枣, 帮助女性将精血快速地排出体外, 而且红枣甘甜香脆, 具有开胃健脾的作用, 能够增强人们的强欲, 促进肠胃的消化功能, 有效地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抵抗力。 下面把我们准备好的所有食材 倒入养生壶中, 加入1000毫升的纯净水, 我们开碎小火, 焖煮20分钟的时间, 这道美白淡斑食料方能够从内部调理我们的身体, 从根本上来肚角长斑, 淡化色斑, 使色斑不再地反复发作。 里面的食材呢, 我们可以反复煮上一天的时间, 只要您坚持使用一个月的时间, 您就会发现, 身上的斑点慢慢地就会消化了, 而且能够去除身体里面的湿气, 减肥、降脂、抗癌、防癌、 预防三高, 对身体有特别多的益处。 为了使脸上和手上不再长斑, 先说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首先不要经常熬夜, 我们都知道, 做虚不规律的人群呢, 特别容易内分泌失调, 而内分泌失调就会导致我们的黑色素异常分泌, 而且内分泌失调还会导致我们的新陈代谢缓慢, 那么新陈代谢缓慢会导致黑色素无法排出, 所以做虚不规律的人特别容易长斑。 第二,需要注意防晒, 好多朋友们只有夏天的时候才注意防晒, 夏天以后就把防晒的事情泡到满后了, 其实防晒是一年四季都需要做的事情, 不要总以为只有夏天的紫外线需要防晒, 其他的春、秋、冬也是需要防晒的。 第三呢,注意一下, 一定不要压力过大, 不要操劳过度, 压力过大会导致肾上腺素皮质功能下降, 使色素沉着,代谢缓慢, 所以平时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特别好的心情, 不要过度的操劳。 以上就是给大家分享的淡化色斑, 销水色斑的食料方法。 希望呢, 朋友们不妨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如果觉得过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要的养生视频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